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解说三国沙国战 看三国沙就看BBD 很高兴就和大家见面了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 有条件朋友也可以充电 办一下粉丝小排排 谢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 也是祝大家虔诚似锦 睡觉无限好 今天开场白 咱们就简短一点 直接步入今天的视频环节 先看第一局录像 主持人玩地叫 我们曾经爱过 确实直播间里 确实有人跟我曾经爱过 是谁我就不说 你看这个选将也很契合 对吧 真机草批曾经爱过 肯定选真机草批了 怎么可能选操红跃进 打我脸是吧 就为了打我脸 可以 你们要是投稿 就专门打我脸 故意瞎选 可以 没问题 我支持 我举双手赞成 这边直接给队伍 下河给落罪 还是比较赚的 就让他摸 逗 还 好 表示我不是位 还手其实就已经不是位了 是位就直接晾了 卖血了 跟他还什么手 除非你是邓爱 对吧 你还个手 两将 看我三步之内 取你小什么 你们不是经常说 什么 这什么 那什么 小什么 我也会 看了一下三 拆这个 其实 这都不能说明三是什么 因为这 这二快死了 不拆他拆谁 哦 死是八号又发言了 需要张秀 沙文科的50块钱一个 在我这可以买到 这不是骗子 这是啥呀 八号你这个骗子 我 我要不是 我要不是看了这个弹幕 我拆点的信了 还好弹幕提醒我 那么 这个 主持绕选了卖血 翻了假许 怎么在他心里觉得三有可能是胃 我们万一组织一波开口直接就赢了 这是可以的 谁你啊 你不想练也可以 这个都可以 个人喜好 这边不动 那你肯定不可能是胃了 胃可这不动是吧 不动如山 我 这个 战如中 坐立如松 松不就是树吗 对吧 这其实一样 看见了个阿秀 阿布归秀 确实我信了 我刚才不信 但我现在信了 你确实有张秀 下一道恶主家序 这个电脑呢 他肯定会知道谁咋回事 对吧 他肯定根据徐事来打 这回合他并没有动 张秀说我也不疼了 组织一波开团 很可能大群 可能吗 真的可能吗 贾许贝勒直接给贾许 我公外面有无谢 不是啥好消息 而且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好像没有什么位了呀 可能就两个位了 要陷入二打六的 无休无尽的折磨之中 估计也没有人会失与援手 小娃娃 乳秀未干 而等可应战否 你看江卫这个台词 真的就聚嘲讽 又嘲讽又 又招人恨 然后其实本身技能 也并没有说多强 好 这边这个人直接扔牌不亮 非无非蜀 估计是个群 我就是蜀就亮了 一个托管的蜀 对吧 他就亮了 他可能就是蜀 还是想让蜀继续打位 别的就更亮了 别的就更没藏了 好 还好 拼无谢拼过了 这个没有出来 当然了 那个三就算还是群 该打假许 打假许 我没啥说的 这边庞德马腾开工资了 三号 你是群 你不亮 你亏了 其实可以亮 因为你骗 就是骗了个姜维 别的都没什么骗 一个电脑 你骗啥 人家本来就知道 另外的话 我觉得姜维对卫国 也就仇恨至深了 别指望他了 当然电脑还是明事理的 其实有的时候电脑比人更加理性 该打群打群 明珠 当然了 说实话 你就算他不是电脑 群兄都开了工资了 你再不打群 真的有点过分了 你看张修和马腾还配合上了 砸一下 下回合一段三一亮 三四一十二 十二张牌 余静现在也已经废了 没牌了就废了 余静可以自行解决了 再上一刀 但你可以救一下 让他自行解决 你要不想救也就算了 你要觉得珠子救他 比较亏 乖宇救了 可以 万箭齐发 我不知道点为死之后 姜维的仇恨 能不能消弥于无形 不过我觉得他不想消弥 也没办法 他难道要去打逃避吗 他只能消弥于无形了 这里被破开了一手万箭 这里应该是继续翻人 反正我将去继续翻了 反正这个三也不可能是马腾了 好 张秀并不能看出什么端倪 直接给那边连上 我写的那个就是群 别想了你 除非真的是不会玩的什么烂 我可能硬中 那就没啥意思了 将为旁投 五风灯 你还有什么斗志吗 毕竟你也做一个200级的 该有点斗志 好 斗志有了 可以 连上 这个三拿连组就是想捅你 难道他想捅假许吗 不是你在干啥呢 行吧 你 在临死之前可能还给我们 大家奉献了一场 这个饕餮盛宴 让大家看一下张秀回合外 挑衅出杀打凉血的功能 好 又去决斗估计要砸脚了 是吗 还好 刚才好像放我难门了是吧 嘴哥 来吧 嘴哥应该也不会放剑 这边一个草皮一个藤简 他只用连弩把这个姜维杀掉就可以了 不过旁投 如果你经此一役 可以学会张秀回合外 打你凉血 也算长点见识 没有白打这一场 其他的我决了 这次比赛 你也就是被动选手 被动被推波助澜了 也不带你主宰 其实你说这局 有董卓把袁绍吃的倒是好事 血量抬起来了 接下来主持者一打四 也不太一打四 关于帮你 电脑又能帮多少 这局袁绍确实没有用 腾甲 朱雀与扇 铁锁连环连得好 张秀 但是还好董卓吃了 不吃的话 我觉得这一下下去太伤了 不过这弹了一下也挺伤的 把自己弹成一血了 能不能收到甲许 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一旦收不掉 局势之将 现如万劫不复之境地 其实也大概率收不掉 一血 关于领牌 咋玩 甲许还没乱捂过 但是你也不能流量杀 还有没有什么转机 转机就是关于把甲许打死 唯一的转机 好 这里扔牌 这里扔牌就显得不那么蠢了 因为是被曹毕要收尸了 平时这样这种行为是很蠢的 好 关于还是可以 一刀把甲许斩了 这样的话至少咱们不会被玩杀 你别说 关于还是有可能给你流淘 乐住 打他们应该打不死了 没有甲许 杀不进去 决斗你也斗不过 有扇子 别急着打庞统 好 他的意思是打死庞统收扇子 是吗 庞统不是涅槃了吗 涅槃挂了个扇子 是吧 人家不就不能有属性杀吗 又连上又要通过马召传导 刚才马召事说 喷了 但这次马召有闪了 马召说我不乐意 我极度不乐意 极度不满意 行吧 不满意就不满意吧 不过这里还是运气不错 摸到一个桃子 把血缘撑起来了 这里没有留两张闪 留了一个火下 对的 你真没必要 就是刻意留两个闪 对真草皮这个主要 武将来说 你单真机的话 你很多时候要留闪 这边乐住 又把钱一码扔掉 你说这些人坏得很 一点东西也不留给草皮 草皮的形商是摆设计吗 关羽也是赚的盆满 钵满 其实电脑营的录像还真不少 我就遇见过很多 我自己打的时候就遇见很多 但是 我 我还这录像里一般不做 因为可能观赏性不是特别好 好 这里他把火下丢了 然后关羽也很硬领 换成了八卦阵 主要他怕谁射他马 拆八卦阵 打关羽 不敢击负真机 假鱼有乐 出来拿什么指定赢 还在嘴硬 我现在关心的是 你沙漠喝慢慢 好 这里他想要马超去干掉张秀 利用马神的技能 成功的干掉张秀 那么进入一个三人局 三人局的话 电脑他其实 有一说一 他去只会打血少 所以对于董卓来说 该杀直升机杀直升机 别想那么多 灌石斧 这里他翻掉他 其实对于直升机来说 你把董卓血打少了 马超自然会去打 你要不把他血打少 他就马超就打你 桃圆避开 顺一下 顺手牌 别的确实也没下顺 青钢剑 他关羽 你顺青钢剑也没用 桃圆结议 无险可击不打 他表示我不惹关羽 但是电脑他不是这么想的 电脑他 他愿意打谁打谁 跟你开不开 无险他都没有关系 但这里最好是把董卓血线下去 董卓留了多少闪 杀都不留是吧 行 那这样 我跟你说 你把董卓打了一血 马超必杀了关羽 必杀董卓 杀了董卓以后 进入一个单挑 如果能迅速打掉关羽 应该就赢了 利用冠石斧 好 还有万箭可以 那这样应该赢了 如果说状态不是特别好 马超状态好 对砍的话 你可能就还真砍不过这马超 好 那应该赢了 拆顺斗万杀 还可以 配合队友完成了1v4的壮举 于静还没走 群雄全会乐乐的走了 姜维更是早走了 姜维说我不信关羽能赢 看来于静的角色是正确的 于静觉得真低逃避 赢面大 虽然他1v4 但我就是你因为呢 对啊 其实战争战役啊 就从来也不是比谁人多 这个从古至今 这个仪少胜多的战役也是 与见不相啊 比如说昆阳大战啊 有没有朋友知道 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赤壁之战啊 还有这个肥水之战 好了 咱们接着看第二局 这个主持人员叫司徒吹水啊 僵尸笨 可以 这句没有没有袁绍啊 绿皮可能环境会好一点 袁绍其实绿皮就是最讨厌三个武将 一个袁绍一个祖词一个曹丕 有这仨武将绿皮经常就是鸡飞狗跳 鸡飞在哪 脚的鸡犬不宁 这排防大嘴的 但需要防大嘴吗 不需要 所以换了吧 说我就换了 这没有大嘴 防什么大嘴 别防了 还不防南蛮呢 攀缝 挣钱奔小胖 可以 有这种想法就是一个好同志 是啥 有蔡文鸡吧 蔡文什么 上局说的那样 好 这里 听住吧 他说我不觉得你是 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秀啊 他如果是别的卖血 他可能出来了 什么魏国蜀国的 他杀回去了 可能还是刚才说的蔡文什么吧 好 果然是出来了 北哥一手 还有个佐词 这个佐词还挺能藏 烂小乔 可是小乔你把简易码挂起来干什么呀 你这钱自己死的慢是吗 那我知道 你是个孙小香 习惯性把简易码挂上了 但是你会一穷二白的 你只有一张天降牌 你人没了 这看啥的 看主将 想看看你是不是周泰 我要不要惹你 是这意思吗 你是群吗 反正是反正就当你是群吧 小乔应该是没了 从他这个习惯性挂简易码的不好的动作来说 应该就是孙小香 因为有些人他根本不考虑手牌数量 或者手牌结构 他直接就是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技能 应该按照这个技能来发展 杰续说你不是周泰 那么就直接带走 左山观古斗 当然这里就直接觉醒挺好的 这祝容看见都是群 他估计有杀也不愿意乱杀了 果然孙小香 难道还能多留一张天降牌呢 鱼吉 怎么感觉 不过感觉还好吧 这个几个群就这个左磁有点厉害 其他的都还好 看八号能不能死 这个万剑其实开的比较差 为什么 因为你这回合就是你开万剑当回合 你必须能击杀人 你开万剑才有意义 你如果不能接下人 那么开万剑的最终造成结果是什么 你清了左磁和假许的闪 对不对 你清了左磁和假许的闪 那么会给你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典型魏狗打法 就跑来看见三血文外就往死了打 你把他打死了 他出位是群 他不是群 你不是白给吗 对不对 那你有种你干脆就 有的人说 那他如果 对吧 我就我反正赢不了 我赌一下 那你赌呗 你赌个大的 你点位这些强席 你咋不赌 是不是 当然咱们也打不到群 只能在这继续苟延残喘 反正作为周态 也不需要流产 真的 我觉得魏国 你打三血不败 固然无可厚非 固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 但是有些情况 咱们还要理智一点 理性一点 不要乱来 这被射死了 这祝容也不管 反正就是 阿拉大利 行吧 当然你这里不放南蛮 说实话 我有点难为你了 有点让你难受 但是问题是 你不是有马超吗 你先出个杀 封一下 祖辞 不行吗 然后咱再开那门 你好歹 对吧 至少你万一裸问 咱们代价小一点 你个整啥呢 整啥活呢 你没有杀吗 你不能先突击一下 有杀 有杀是吧 没杀 不是有 是顺 顺还不舍得去顺群 就非要顺孙策的八卦阵 行吧 你觉得你能保住吗 左慈四个魂 一个先驱 哎呦 我真的觉得啊 真的 这杀牌 很多人 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啊 就是 为了某些迎头小利 你看一下这个贾雪 潘凤 你把他八卦阵拿走 好吗 让他顺 来杀中了猎刃 不是猎刃 匡扶 白给 你看 就这种 真的 我都觉得都打到这份上了 还要惦记着顺孙策的八卦 就不去顺 因为那边有换顺不到 所以就不顺 是吧 那个换你不打 永远打不掉 你这局能赢吗 我其实真的挺比这种行为的 但是这个我不认为是非得是小丑 但是我 我很比这种行为啊 好 这里又是被一顿锤 你说你能赢吗 你不会认为你顺个八个刃就能赢吧 点为你怎么说 你要不强袭送觉醒的了 对吧 我看你这么勇 你干脆 真的 你干脆还不强袭送觉醒的 真的 让他给马超补个牌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主持人在这里 你还多拼 有个麒麟弓 要不打不到人啊 那个酒 跟那狗有什么用 你记住 有些局 你们不要广想着狗 狗是没有用的 但是有些局一定叫狗 这话说回来好像说的两边车骨的话 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 你这最关键的点在于你自己要判断这个局势 你看你最后还是被打死了 你说你有什么用 救你又能怎么样 救你也是白给魂 好 还被调戏 闪扔了 宁死不去 那就别救了 真的 别救了 白给魂 还要救 其实我觉得真别救了 你救他不如就夏无敦 夏无敦至少还能钢裂钢裂 你救他有啥用 这啥 左思也在这搞笑的 不过还好吧 毕竟祝容死了 鼠魂也没有用了 但是问题是你不会开个远交吗 眼角瓢三圈牌不行吗 非要去开个男门秀一下 祝容突然之间浑身颤抖 如触电一般 精神为之一震 但是杀牌都没有 只能来了句 医护 蔡文基吃满了 好 你看 群兄都吃满了 你说咋吧 夏无敦一会就得被群友而死 顾全点大局 真的 不要觉得自己赢不了 就真的一点大局都不顾全 挺没劲的 我说实话挺没劲的 好 藏着刀也是起到作用 然后他背割完了 咱们奋机正好觉醒 对吧 你看又奋机到了刀 真的 真的为了大局 吕布假许 连上 其实这种连就是我经常说的 铁锁捆绑锁令级 你是你连周泰干嘛 重铸了不行吗 换张牌不好吗 连周泰的意义是什么呢 毫无意义 好急了 直接三步之内了 又取你想什么 你别说还真是 刚才那个也是鱼进点位 捕牌 其实拆牌好一点 防止被背割 我就要把鱼鸡的牌拆掉 但是鱼鸡可能会换掉 不过主要他是蔡文姬 其实压手牌是有意义的 如果他不是蔡文姬 捕牌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他想抢夺冠石斧 你想什么呢 那怎么可能让你抢呢 作为一个攀缝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个八卦阵 你说从朱镕手里 到那里 这一定一出 一个顺 一个八卦阵的收益 大家可能说 你怎么还在耿耿 又还这个呢 主要这就是 现在的很多现状 我这对这个现状 真的是表示非常的堪忧 戳一下 魂 魂 你说这怎么打 咱们还成了佐茨的提款机 你电子发挥作用了 但是其实未必 未必是真的发挥作用 南蛮 南蛮 你国无陷 那你就放吧 不过其实这个南蛮还是没什么意思 夏侯敦大概率是有杀的 可以 其实是我 我不会放这个南蛮的 我有一说一啊 如真不会放 其实你放这个南蛮等于亏了 亏了一个南蛮 亏了一个国无陷 无非就是浪费掉夏侯敦和左孙闷一个杀 但夏侯敦孙闷杀其实都不关键 九杀极了 直接吃鸡 现在终于击眼了 现在不打三血不卖了 是吧 乔顿说 没有啊 独猜也三血不卖 有道理 有道理 确实有道理 这里佐茨应该是能有祸的 好 接下来日常一打三 咋还击眼 你别跟着说风帘话 我告诉你 你说风帘话 一会你就输了 你看 你没打怎么好 好 换掉 吃菜 其实我觉得这里你们就让他吃菜 把这个村侧一段 稳赢 就一个左侧打个周蔡都随便赢 但是 作为一个200局的鱼姬菜文机 他把周蔡断了 他可真瞧不起周蔡 你把孙侧一段 一个周蔡才能打过谁 才能打过两个人 就别说两个人了 他连个左侧他都打不过 左侧哥哥拿着他杀魂 他拿什么赢 他非要去断个周蔡 小不提孙侧吧 白板是吧 确实 看看白板如何打赢你们 我觉得周蔡才是白板 我刚才还想说 他吃菜 你就让他吃了 其实最早那会儿孙侧去杀他 他都可以让他吃的 但是那会儿就救了 但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夏侯敦毕竟还活着 那这时候你知道你把孙侧一断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输 能输才有鬼 你看人家需要周蔡吗 人家都正咋了 人家跟不需要周蔡 我觉得这首断肠确实致命的 这鱼还不走 你搁这看啥呢 这啥意思 想戳孙侧是吧 你戳吧 你可真有意思 你来你给我戳一下 我看看再说了你就算戳中也死不了 你看看孙侧扔个牌 你看孙侧扔了什么 你连看都不看的 孙侧大展红炉了 又打点点点 刚才打了个点点说 咋还鸡眼了 现在又打个点点来个记错的 挺有意思 这留了个闪可能是防狂斧 不然我猜不出来留闪的意义是什么 留闪确实防守狂斧 也可以理解 要没要没狂斧 肯定留留三个桃的 那留什么闪 反正只要你们打不死 孙侧就能赢 放了一手万剑 行吧 留了闪还比桃好的 闪如果这也是桃的话 还得给他个魂的 又出来了 一直摸不到红沙 赢住 逃肯定不胜 逃你吃了人家不打你了 你就赢不了了 有的时候很多决决则就是致命的 逃三逃四 已经四个逃了 再拆 其实这里可以去拆这个左辞了 我觉得再拆假许没有意义了 因为假许必须死了 不死你就死了 所以你这里拆左辞会好一点 斗就算了 看左辞有没有很多无魂 有很多无魂他能赢 如果没有 那你没有 无魂也没有 群魂也没有 那你还玩个鸟 有群魂 有群魂你不吃草 装啥 灌师傅九杀带走 建功立业 风气印子 好 赢之前还要回个血 是吧 我看这断肠失去记忆这几个字 我就真的 这局的假许只是小问题 不是太严重 但是左辞的鱼集的断肠 是本局的致命点 其实很多人总认为周太厉害 我实际上没看过很多局 其实 你自己去想一个周太 他也白把 他啥也没有 他很厉害吗 想不明白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好 这局主持人员的 叫古城老街少年 这啥 这要是能选黄英英 曹丕 那可厉害了 强的一匹 黄英庞统也很强 连环月 你们俗称的连环月 起手的牌 作为八号位 两杀一闪还可以 还有个远交 挺好的 鱼记 卖鱼的吗 这一只笔 看一下下夹 要不要选择亮将 好 并没有选择亮 或者他压根烂不出来 哪怕只有一些成绩 当然他也没有去打这个姜维 不打才是正常的 你没必要看见一个 不是一会儿就必须打 那是规定了 好 姜维直接加一马一桩 我挑衅跟你讲 挑衅没有用 挑衅拉几进了 有一说一挑衅确实拉几进 其实这里他我建议不要看一 不是特别好 因为一现在已经变成八号位了 你看了他 不是很好 好 他也没有去杀一 直接奔这个四了 好像又有什么蔡文什么的 独条有 又看了一眼 又开了吗 关羽出来了 准说别无伤 不过已经看见了 关羽应该不是张飞吧 是张飞就卖血了 关羽这里可以考虑把四干掉 当然可能恐龙是蔡文什么 这个人一次数吧 只能说一次数 有些人他看见不是一会儿 他就直接冲上去 你像我一般如果我先手量 我看见后面的人 我可能就不会去打他 就不是一会儿的 我也不打他 当然看什么将了 有些将我会打 有些将我不会打 好 这里至于他对八号位 一号位是一个什么暧昧的态度 就不知道了 这出来个周太 你咋办 意思是我要刀 你要刀干什么 你要打谁 搞得你好像没有刀就打不到一样 你不会借刀 你不会借姜维刀杀这个武吗 你给这秀啥呢 真的能秀 刚才那局的孙奔周太来了 不愿意给群修 没有格局 好直接去拆 行吧 这局没有位好奇怪 当然这个时候没给恐龙 我只能说他们可以接受 毕竟没有什么明确的有四个鼠 如果有明确的四个鼠 可能去给恐龙比较好 毕竟目前没有明确的 主持人明亮 这边也不一定就是 但是他就觉得是 反正如果你打到五 我人被姜维耍了一道 那就更有意思了 好这边要不上车 那就无中 来吧 铁锁年环 然后 火攻 你打你把一打死 他跟孙策不是一条心的群雄 吧 孙策打一他不跟他自己又没看前面了 所以他就自己选择打鼠 我这么猜他 谁知道对不对 话头也是直接往后猜前往后猜前面人都跳了身份了 直接这一号被扒光 你看所以我说姜维就不要看这个八号 所谓的八号加一号的八号 看着就是这种后果 还好这个诸葛亮没死 这不是 可这闹呢 坏了 这啥 这祸一出 可能是我就崩了 不是可能就崩了 肯定崩了 因为主持人心知肚明 姜维不是旁种 诸葛亮不是旁种 一个什么AOE下去就差不多了 花一未落 AOE来了 这里也闪了 这些队友也管不了了 都死了 就一下 保他师傅 挺好的 保吧 毕竟你保不住自己 那边怪师傅 你师傅毕竟还是空城的 你不能空城 你看这师徒脸 姿势还差不多 但是你只学了个皮毛 你连空城都没学会 就学个挑剑 挑挑挑的 有啥用 一刀一刀砍死 接下来还得看黄远英的 不是这个人 我分析了半天是群 怎么又标了个无 难道他真的是无吗 难道我明天之中 自有一赌天意吗 孔荣表示全是无 我就赶紧给暗娘了 赌一首暗娘是袁绍吧 行吧 正常 但是被勒了 被勒了就不出来了 出不出来也没啥意思 呆着呗 坏 当然他这里勒暗娘是对的 暗娘威胁更大 诸葛亮和马大威胁不大 当然不能这么说 因为诸葛亮有可能主要是黄远英的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可能刚才说的有点歉途 但是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暗娘 暗娘必然有 毕竟是有藏有两个将 其他人只是藏有一个将 好 一顿摸 手非常长 把孙策都摸差不多了 又拆 孙策说你是甘宁吧 你找我报仇来的 喊夫小二 这是给他关了槽吗 我看看几上两上 关个鸟啥都没关 浅西红色 勇者斗恶龙 蔡文基 看来我分析的之前分析的还全都是对的 我就觉得孙策去打那个案的 他就不想跟着孙策的脚步去打 说明他内心里不愿意遵循主攻的意愿 对吧 孙策那毕竟是主攻 这边其实孙策周泰配合孙二相领统非常强 这两个人特不强度巨高 蔡文基你怎么说 你可以亮了 反正你也明了 你要不愿意亮就继续藏着 你要把蜀国吐露殆尽吗 你把蜀国吐露殆尽的 好行 涂吧 涂完了以后我就问你个问题 就假设这个案件挂机 你能 你俩能打过这两个人吗 你俩不白给吗 行如白给 好 既然你俩行如白给 再给你们加一个人 假设巴是你们新兴念的群 那OK 那是你们群 那你怎么觉得什么群能打过这两个呢 反正我是诸葛亮 那我肯定不满意了 我为什么要再去打无呢 假设说巴不是群的话 有些问题你其实往生了一下 好 这里就捶这个群雄 你说这孔荣又不信任了 觉得你不亮不是群 行 你们其实真膨胀还把远胶给拆了 还得亮了打打无讲道理 你要想赢还得亮了打无 我分析只是分析了各种各种情况 其实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有点要求过高了 就是你在打牌的时候 短短的10秒钟 或者15秒钟去想很多很多种情况 因为你需要假设假设这个人是什么 那个人是什么 那个人心理你们可能做不到 但是咱们既然是做视频或者复盘 就要把一些心理路程 包括其他人有可能存在心理路程 剖析明白 这里马超看见了一个队友 应该也是继续杀吴 你看这两个吴我打你们四个能不能打 刚才我只是在假设你们两个人去打 反正就是如果你蔡文鸡加华陀你们两个去打这两个吴 就是白给纯白给 好再给你加一个黄云莹加诸葛亮 所以蔡文鸡你要真想收熟 你就直接亮了收就完事了 你要不想收就别收 你感觉暗了杀了有啥意思 一点意思没有 之前杀也就杀了吧 孙小星零统没亮 好拆掉你的大刀子 你打吧 你还有啥 顶多是个马腾 说实话也没啥用 挂个五六小剑 你杀一条收藏箱挠痒痒 都不想杀收藏箱了 挠痒痒 直接杀孙闷 因为他杀收藏箱没有用 收藏箱掉血以后白掉 他顺孙闷 然后恐龙也打不到收藏箱 要把他的加一或者冠石俯拆了 不拆 行 反正这些东西你总得处理 他还要去拆黄鹰 真的是膨胀 你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 有些人他明摆着打不过 但是他由于某些技能 他就非要去 还要去招惹别的势力 这种事是不是很常见 觉得常见了扣为一 这真的特别常见 但是往往这些事情 就酿成了很多货根 你我跟你说你这种乱打 最后你看看 你就看吧 你们可以先体会一下 就是孙策周泰加上孙上香灵统 去打你们 这四个的情况 就在当然这个前提 孙策必须觉醒的情况下 如果没觉醒 就可能没有那么高强度 那觉醒了以后 强度非常之高 好 住个量死了 对吧 这是人家在2打4 这真是人家在2打4 因为都在打他们 好 在打你 你只能靠黄颜鹰 我跟你说 当然黄颜鹰没亮 他不知道 但是你不能去压这个神 黄颜鹰开始了 黄颜鹰说我才是神 就没有黄颜鹰就凭你们两个臭鱼了 你这闹呢 你就白给黄颜鹰这里就一顿豹 把梅花能重铸就重铸了 冰粮别重铸 你冰粮可以冰两个人的 把他们都冰住 狮子可以重铸 狮子说实话真没啥用 还容易被孙小枪弄走 连上 通过两张无戏来过牌 匹重铸枪是吧 行 好 过来代劳一记 再连一记 没问题 而且还连上了 万一过到属性杀了 万一呢 孙策可能没有闪了 被蔡文基逼出来了 当然孙策没有属性杀了 只能杀孙小枪了 爱杀中杀不中 强力过牌 没过出什么特别猛的输出牌 好 这里继续阴魂 阴魂就起强度了 强度就上了 把无六剑拆了 让蔡文基和孔仁都攻击不到 算一下 天度了 打仗不行于事 自当志在天下四方 神光 杀 威哥 你说说你蔡文基你有啥用 你亮个董卓吧 你没啥用 有一说一 但你赶紧亮吧 摸牌吧 让你亮啥你就亮啥 拿 我建议马拿了 你拿了人家也不可以 旋风袭笛立为于千里之外 要不要考虑拿个装备 不拿 看不上 那有什么用呢 你有乐吗 不太可能有乐 除非鱼能摸个乐 但你鱼又要存牌 存桃子 旧画图 这没有乐一样爆炸 是不是我说的 你们四个人打都费劲 这还是黄英报了一会 不报更不行 继续拆 强度在这摆着 有些武将的配合 有些武将两个强度顶四个 有些武将两个不如半个 我说的半个就是沙伯科 好火攻 吃菜 让吃吗 你肯定不让 你舍不得 因为你让吃菜了 他反手一刀剁掉话陀 你群雄就赢不了 反正因为你就算怀疑能撒崩 吴国那你群雄赢不了 吐啥 不可能 不可能什么不吃菜 别说什么不吃菜 我断肠做风险 没有那么大功无私的 毕竟对吧 蔡文基活着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梅花全连上全留着 不是全连上 全连上不好 宠住 打不死人 这南蛮开了 赌了 如果蔡文基真的啥也没有 那就吃菜摸四张牌 赌他把旁桶断了 黄云英继续报 如果他有最好 那也不想吃菜 把这个对吧 你这里他这里怎么说呢 你如果真想坑黄云英 你就把那个黄云英断了 但是他应该不会坑黄云英 没有必要 主要是没有必要的 你肯定断了旁桶 就让这次再报一轮 然后有朋友说 他怎么不重铸 确实 他重铸给你 这是你可以看牌的 白看的 沙桃 万箭继续连 可以打九属性的 能不能带走孙上香 有可能带走 还没出过沙 注意别出错了 别出中红沙 这里周泰要救的 赌孙上香还有 不用赌 就一个桃是吧 那乐吧 那只能乐周泰了 跳乐其实风险比较高了 因为周泰过排量很大的 他是 因为他手里有红沙 他是英姿加红沙 激昂四 保底四 但是他觉得吧 如果孙上香你不乐住 一睡也又赢不了了 也确实只能赌 确实有一说一 确实只能赌 乐孙上香 只能说风险很高 但是赌成了 收益很大 可能打孙上香 对面什么消机什么的 也没有消到无限 可以赌成功了 扔桃了 手里是个桃 那么只能 寄希望于 周泰没有桃了 无中生有 可以 还有桃 过分了 只能靠无中生有了 好 顺手拽扬 赢了 不 顺赢还上早 为时上早 有朋友又该说了 这旁途好菜 这不重入 先杀了再说吧 重不重入的 好 又来一个悲花 重不重入 好 草原结议 要不要给他打无限 你要是不给他打无限 就准备给他肉搏了 因为他已经六创了 也可以 讲道理 如果他是一创 我觉得可以打无限 慢慢打 你这黄语 你给他过拍大 他六创了 你打无限 我觉得可以接受 真的 可以接受 也不能说缅强 可以接受 甚至说你看这旁途不会把梅花顺了 主持人也下意识地留了梅花 哈哈 好 对大家这些都是提案 还得看 欢迎报了 欢迎既然选择了对报 那就对报 对吧 没什么说的 毕竟六创了 七创了 好 有九 这个局其实就有点看运气了 接下来 但是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但凡 我跟你说 但凡这个局 旁途主将不是黄赢 没爆发 就被这个林途孙岸枪加孙天 孙特周泰 直接打你们四个 真的 所以你群雄不要想太多 你们这些烂将 臭鱼烂虾 就你们两个真的 别你们两个 你们这四个都打不过人家 兵住 养一养 兵两回合是吧 列祖列宗 赐我力量 列祖列宗 赐我力量 保我大无 再兵一回合 这是比 看一眼 白看不看吗 失误了 这里 打了一种局 终于失误了一手 来一手红杀 当然闪是不是激阳来了 不知道 好 这里也是拼了 赌兵住你 我留个黑杀 带走你 这怎么还寒冰 他是个酒 是吧 他怎么知道 他是个酒 是不是之前看过 之前致雨 致雨 确实可以看 还好 他决斗反杀 真的 差点给 差点出问题 那红杀机 差点 还好 不要倒在了 这个 猪母狼马丰 脚下 再看下一局 好 还是刚才那位朋友 这里都可以 这两对 吕范灵桶 肯定可以 贾许激灵的话 激灵有点弱 但是贾许挺强的 然后 群雄现在也还算强势 他选择了吕范灵桶 饭桶 这就是你们说的饭桶 这个牌还不错 饭桶如何 反正就灵桶一开大 然后直接变身 就这么点事了 马腾你也敢亮 真的 国战只玩大卫 你这不找打的吗 欠抽 抽他 减一马 黑沙 假装捅不进人王盾 可以 妹子加好友 确实妹子可以加好友 在这里发布一条消息 有意的 有意的妹子 可以主动联系我 好 至于有什么意义 反正你们自己猜 我就不说那么错的 这个双头也是很猛 是马腾给的你勇气吗 反正我是梁静如给的 你这不过分吗 你这直接拿过来 人王盾 简一马 简一马 全我的 你敢这闹呢 骑到头上来了 先给你八卦 不过这只能做土匪了 被逼的 有时候做土匪 就是被逼的 坏师傅简一马 你真烂 不动 别人一看装备都抢了 估计也不乐意打群了 有人给乐住了 先标个飞群 一四五 只能这么说 再砍一刀 也不怕砍到张角 挺卖命的 确实有可能无的可能性 打到一个恐龙 我说哈哈 暴露了吧 其他人 主要看心态 其实你有时候 揣测一个人的国籍 当然第一 是要揣测他的动作 第二 你还要揣测他的心态 他出某一张牌的时候 他当时到底心里 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能有这种本事 你才能做到猜测 每一个人的国籍 都非常精准 准确率百分之百 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 是知道的 我是说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当然我现在已经不猜国籍了 就是猜国籍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就非常简单 就是随便就猜一百分之百的猜队 我现在猜武将 当然猜武将 我没有做到能百分之百猜队 但是准确率基本上 98.752% 就是猜武将 我说哪个武将 他就直接翻出来 可能你们有的时候 看我做视频 你们觉得 我说出武将谁谁什么武将 可能是我看过这录像 怎么回事的 你如果不信 你来看我直播 你就知道我猜武将准不准了 直播可真的是当场战 这里我在这逼逼周瑜黄盖 直接把手揉 把它给揉搓死了 很猛 装备不要装 他也是个群 看来揉搓的对 没毛病 这人不亮 你哪个哪边都不参与吗 好 表示我参与了群雄这波了 火光 这里肯定变了 如果他拍中的话 如果他拍中 好 果然是群雄那一波 那边如果有意义了 这里肯定变了 不要灵魂了 也没有意义了 至于哪怕变得更烂的 你也别后悔 我告诉你 就反正肯定要变 主要是没用了 林总 直接变 说不定变更有用 周瑜传 我现在不知道周瑜伽有没有用 因为毕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把你打到宾死 对吧 如果打不到 可能就不如变个什么鲁素什么的 或者什么 或者什么酸酱香什么的 但如果被打死了 从这种情况来看还是有用的 如果你试着啥 可能别的可能就被打死了 你这个小桥就被打死了 当然你这个小桥 他可能不敢斗你 抢救一下 这六挺拼的 可能也是五 再去斗 决一死战 田锋说好爽 爽快 再桃子 其实这个六应该挺 大概是五 因为他顶着周瑜的珠子还要去救 你说什么 你是别的 你真没这个必要 你至少让他 你如果真想救 你至少让他把珠子出了 是不是 你没必要说这么着急 这么猴急 好 这个张鸟运气非常不错 就没几张牌 斗了好几下 好 当然这里你如果不是周泰 你可能要吃毒了 其实你不是周泰 已经被斗死了 就别说什么吃不吃毒了 从结果来看 变周泰是好的 但是你 你后挂狮子是吗 你想保留狮子是吧 我只能理解为你第一想保留狮子 第二你想一血好变身 这留个杀吧 不用留闪 你周泰 冰柱 无限 看这何太后还藏了个什么将 九杀 直接杀六吗 六应该不是很虚吧 果然是五 小乔 果然不虚 一点不虚 何太后好懵 何太后一脸懵圈 小乔还有什么将 不是鲁肃 这些怒杀张鸟 说你小的啥里没有 这些带走 这个七如果是五 感觉轻松拿下了 但是恐怕想太多 张鸟出来还有一样杀 这里陆逊和旅饭配合很好 他一夺势又可以摸两张 很香 狮子不扔 你作为一个旅饭 你对吧 还有周泰 你这里不能变 变了可能随时死 绝对不能变 这个案看他就饿了 如果还中就是喂或者鼠了 就看个气 不是五 诗群也野了 反正你就随便标一下 他一会儿晾了你就知道了 一口毒酒 这什么是一口毒酒 这什么九筒搬来了 我估计这个案的一脸懵 案的觉得我能控住场 我能控住场 现在九筒搬来了 你还能控住吗 无中生有 田丰这个爽 你是袁绍吗 按理说你这种体位 或者是这种田丰有点像 但你也不好设 就算了吧 正常出牌吧 答案件吧 他想了想发现 我打谁也不好 我只能答案件 你不是有寒冰念吗 你让小姚罢了 这非要五六件 有啥用 这张鸟都没谈 要个五六件干啥 他还能砍一道旅饭吗 砍一道旅饭 旅饭出个闪 你不更亏吗 不过还是把小乔拆光了 但是 咱们是旅饭 咱们可以给小乔一张 虽然小乔眼看 就要遭受灭令之灾了 就这么九杀 但是 我跟你说 这个旅饭和小乔是有配合的 旅饭可以给小乔添香牌 然后去操作 然后陆迅可以去夺视 帮助旅饭点财 所以他们之间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 这边虚属也是在吃令之下 量力摆摸一张挺赚的 好 赶紧给他一张 一会可以开五五了 因为 你最重要的是保证小乔别被打死 你一张牌太容易被搞走了 你开个五五给他补两张 他又不怕顺 你两张拆的话就很难 保了他不死 这样他有机会打 想杀这个张鸟 最终杀掉了 但是这个张秀和大后 依然非常凶险 五五开了 顺手 要了 这边要个戒刀 小乔拿个闪吧 老老实实拿个闪 别想太多 顺一下 顺手牌 顺到个代劳血转 这样的话 五行可能 天香牌补出来了 这边一个细节 我觉得做的不好 可能我有一点太吹毛求疵了 但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应该把加一码弄到牌堆里 然后自己挂梅花 因为小乔是需要天香牌的 别的人对加一黑桃或者梅花 下来其他暂时产生的武将都没什么特别大影响 咱这个就吹毛求疵一下 不关键 这确实不关键 好 强杀周泰 没啥用 当然你也不能杀小乔 你又不敢得罪许楚 许楚手挂VK 你敢得罪吗 变肯定不变 留着周泰 因为周泰配小乔是个两块钢板 对面非常不好处理 所以不要乱面 让对面难受 你自己才会舒服 对吧 开掉勒布斯鼠 杀你 你敢反抗吗 你别说张秀和太后 可是一个霸道之人 他欺负人欺负万了 他今天遇见小乔和周泰 他还真欺负不了人家 被人家欺负 你谈也不敢谈 还指不定谁谈谁呢 对吧 周泰也不怕你 这下真的是遇见两个克星 这里张辽应该会去对 你看这是改过的 改过的很猛的 直接裸一加头非常猛 这里他肯定去打无 没问题 袁绍你治袁绍吗 什么叫袁绍你治袁绍啊 田锋你治袁绍吗 他不是 他是我是总组 狮子终于抢走了 狮子这玩意还是赶紧抢走的 八卦阵不抢吗 你是有东西拆掉他手牌 然后进行毁灭性打击吗 八卦阵还是撸了吧 这玩意儿不要给他留着 杀旅饭倒不关键 交无限这样可以摸二 摸二 变还是不能变 变了就被堵死了 变个鸟 你不骗你也欺负他 拿装备 要不要再给小强 可以给我觉得 可以给 很关键 这配合嘛 有无尽的配合 关键是你给了他牌 保证他一定有天降牌 因为他被偷过 被偷过两次 不一定有天降牌 这样的话你给他一张 他这样稳定去弹 这张秀和太后 真的是 遇见个两个客行 难受死 太难受了 平时都是他欺负别人 就捶你张秀和太后咋了吧 就没有一个人怕你 你说你难受不难受啊 听过了 你就捶一下周太呗 你现在赌两创都赌不了 人家根本就没创 扇一刀 一会让田风看能调点周太好牌 不是 这就是什么意思 不想要张疗偷是吗 有这个必要吗 没这个必要吧 好强开万剑 这万剑开的 好像就意思不大了吧 反正你也读不了 但你真不怕死是吧 不怕田风死 你就开了也就开了 还好吧 还好 继续夺势 其实这个两个吴国 正好这个配合是很好的 他这个读释完了以后 正好点财 吴忠也不想给张老刘 他就点财 你看两个人配合 让他互相再给通过那个 调度给那个小焦添香盘 因为这里小焦其实满被克制 被这边各种突袭 横征 直接搞裸门了 又破 看这好 直接杀周太去了 不舍得杀这八卦阵 八卦阵主要是判红的概率太高了 75% 算了吧 我想到了 最近新出了一个武教 中足 中足技的寻灿 他有个技能是可以让你 八卦阵变成100%判红的 当然想知道朋友 回来可以给你们讲讲 今天就不讲了 差点被打死 还好有个酒 好险 真的是一对了 赶紧交赶紧交 别一对五 不是吧 吓死了 吓死了 别人上 不是没事 咱们牌就来了 别死 牌来了 然后给小焦牌 一定要给小焦一张天阳板 田锋 周太果然是田锋和佐词的好朋友 田锋能这么厉害 还不是拜周太佐词呢 那你能知道啥 就把简 哎 这个牌甚至可以直接把简一给过去 有南蛮直接放南蛮 就把这个核太果打死了 南蛮直接甩 你看通过两次掉路给天香牌 然后再放南蛮 这样打出两点伤害 田锋有一个桃救不救 救了吧 别让他收 弹死就弹死吧 但是小桥这得求稳 可能就 可能就流失体力了 不求稳 你可以 求稳了 求稳了 不求稳 你可以打伤害 其实感觉不太像有两个桃 不太像 因为田锋犹豫时间太长了 两个桃他应该不会流域的 讲道理 但是还好吧 就少吃两张 少吃两张吧 毕竟把这个麻烦先处理掉 过河拆桥 拆桥将一马 免得卡住 直接夺势了 对 这里直接夺势 反正要被偷 不如让驴饭变三张 没毛病 你如果张良有杀 你打不了裸一把这个谁打死 他还有奋机 你打不死 奋机不好 他要被偷 还是不乐意 算了 他表示不行 我不奋 还得给田锋摸一张 就奋机 然后被偷一张 然后这边 田锋摸一张 其实感觉也不赚啥 被偷两张 其实 离外还要被偷一张 就感觉不赚啥 张良断杀了 可以 我觉得张良断杀这一刻 可能已经赢了 乐住 这个都无所谓 还能摸一张 这个讲道理无所谓 没天度 就天度了 再去什么点抬一下 给小桥两盘 帮小桥把手牌撑起来 就还好了 这肯定还要夺势的 还有远交难营 多多多 直接拿盘收了 可以 别别别别整个 整个什么三创 白给 他表示张良不出力 张良他没杀 你没看放南蛮掉血了 他没杀 有杀他肯定把小桥砍了 好 已经急了 田锋说张良不出力 张良说我出力 你看见了 看见没有 我出力 但是我打在棉花上了 我这个遇见了千天君子 这局你别说 这两个 我这配合还是 挺不错的 四个群雄没赢了 呵呵 看下一局 哎呀 这局是啥来着 主持人员的叫神皮贵族 沙漠河庞统又来了 不过这组合确实强 你有一说确实强 这局我记得好像是 有个什么东西来着 我想起来了 看一看 曹丕玉尽 好 有人给暗号了 他说我信了 这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没准 指不定的 好 这个房子好像都认识什么 跟着聊 这是个手量房 我想起来了 行吧 我没注意 其实不应该放手量房录像 但我没注意 我突然我这当时我记得看楼下的时候没看见 但现在突然发现这个房间标题是手链皇 不过这局我主要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给我看 看懵一了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 你看曹丕 他旁边是一个巡优 他装了一个加一码 非常的人才 人才加一 当然我这里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大家以后不要投一轮亮的了 投一轮亮的我只要看见了肯定是直接筛掉 不管你多精彩 这个我确实没看到 然后我觉得这边又很有意思 而且还有一些负面作用 你看曹丕这个加一码装的 就非常的人才 作为一个曹丕下架是一个卫国发动机 当时里点是没亮是吗 还是亮了 反正甭管亮没亮 你至少有寻优 你装加一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讲一讲 我想采访一下 当然你们往后看 这只是加一好 代劳来了 加一可以拖了吧 别让我一个都打不死 你肯定打不死 就曹丕你能打死吗 好 加一加一乘以二 还是不拖 加一很关键 我是曹丕 又可以保护自己了 还不拖 继续不拖 在远交 曹丕 你眼睛我累死了 曹丕 我觉得 你去 多看一看视频 好好看看里点刷国家刷草逼的录像 这录像多了是 我也做过 其他的up主肯定也都做过 好 加一乘以三拖不拖 12张牌还是不拖 加一是宝贝 死活不拖 不拖 其实我觉得里点的加一码都可以 不是联组都可以留着 大家话头可以拆 但是你可以留着 就是因为你万一他不拆了 他把你打死 曹丕被连曹丕收走 不是很香吗 旅饭扔桃子了 那旅饭是小乔呗 扔桃子肯定是小乔 后面一个位都没不知道 好像是没有 我记得你放AOE的时候 没有人卖血 谈这你能忍 有啥忍不忍呢 曹丕收里打对牌 来 来 沙门哥这里直接大爆一波 摸刺 全捆上 拆 回炉再造 变废为宝 连到一个假许 假文盒 假许 曹丕你就加一码好好装着 保护好自己 男孩就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他翻了他 他表示很不满意 他也不愿意翻8 谁你你爱翻谁翻谁 对吧 他给他打了个无限 不知道啥意思 怕翻自己吗 是我我就不打 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这曹丕 这个曹丕 这个曹丕肯定出那个什么 这曹丕肯定出杀的 他加一都不扔的 他还能不出杀 百分之百出杀 我告诉你 铁出杀 这个位也不出来刚才 重 这是暗重 当然我无意评论一轮房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一轮亮的房 已经脱离搏战的本质意义了 所以这也是赤令不为 大多数人喜欢的一个原因 英权在握 自能号令三军 这个叫嗶嗶的还笑着 我觉得你这卫国理解实在太差了 可以建议去看一看视频学习一下 当然目前来说你们卫国优势还是很大 因为你们这两个将强度足够高 鱼进加逃避过排量非常大 而且带有防御性 司马一升级过排量非常大 也带有防御性 这里得可以这个 沙姆赫抢路还是够的 这里贾许只能被翻 肥婆是个妹子 使命到头了 他就给小乔了 给小乔可以吧 反正也不打小乔 直接九贯石抡子了 那不如给加许是吧 救 救是肯定要救的 至少让他把他弃掉 你看这个 这个哎呦 蔡乘以四 有顺不先顺 你去顺三国哥桃子 打死加许都赢了 非要去顺那个 雨范的简易马干什么呀 雨范简易马很关键吗 你很怕被打吗 你们 你们司马一怕被打吗 你淘皮怕被打吗 你去顺三国哥的桃子 假如说顺到了 直接收了这个加许都赢了 我告诉你肯定赢 现在 他留个简易马 故作高端 准备后顺 想去顺一下 他简易马 你这可觉得稳稳的打死加许 那才是真的优势 雨范不太像有桃子的样子 但是三国哥是有可能有桃子 我就直接顺三国哥手牌 当然这个老司机又抱起来了 强度还是非常高 嗯 斗杀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再见 要强杀旅贩了吗 自己有酒 觉得酒有点浪费 压你下手牌 一会儿说不定 雨范直接把你带走 有这种可能啊 兵权在握 不是你别给他了 你给山木科吧 你要再走这个旅贩呢 给了旅贩张方片梅花吧 估计 但是旅贩还是可以摸的 行吧 摸 旅贩没有想到变啊 这个我我觉得都可以看你手里的牌 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变 你变了可能死 但是你变了也有可能直接翻盘 这个不好讲 直接利用三尖刀 准备带走司马懿 曹碧肯定有桃 对吧 没毛病 接下来一定要砸死这个司马懿了 再不能脱了 直接无邪掉 他无邪中心 他有好货 好 火攻没好货 行吧 带走了 这个旅贩 赶紧变身一波 说无变身 被一刀砍死了 为方片 可以可以 摸三张 余境断杀了 余境这个性格 他如果不断杀 他肯定去砍人了 他才不会修行了 你放心 八卦阵他肯定逼判 我基本上都能判断了他的套路 但目前来说 咱们最难受 因为 直接打不到 而且一个曹皮 一个小桥 你打不动 你看我说他有杀必出的 他还能不出吗 哼 我是不信的 这里旅贩肯定去杀这个曹皮 反正杀中了也不可以 杀不中 无所谓 再说杀木哥 杀木哥肯定有闪 看这个麒麟弓能不能带来奇迹 我说实话 如果再不打一波 真的没什么机会了 这里小桥肯定会去谈 逃避的 没问题 这个麒麟弓太关键了 直接射满 好没了 没货了是吗 没货就要动手了 真的没有这个麒麟弓 觉得杀木哥基本就没了 被包围了 然后随便搞一搞就没了 这个曹皮又不懂得合同连横 终于憋不住了 去谈曹皮 又不敢谈这个杀木哥 这个杀又不敢送 火攻拿到 带走了 带走了吗 好 全带走 舒服 一个奇迹狗 这就是杀木哥 而且就这么一个机会 爽 确实爽 再说到爽局 其实今天时间已经挺长了 但还有一个爽局 你看完了 这边就放了 还有个爽局 这局主持人玩的要FDT 太笨 这局你们看 反正挺爽的 一天两倍速 二号位 斥令 要没绕 好 要了 总是 只变杀一刀 无事发生 低调的反对 挺低调的 好 斥令扔了 然后自己晾 这里他也很细 他晾太笨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反正都晾了 大家也基本上都晾了 一会说不定有人要打吴国 打吴国 你打出孙奔 我至少给你拿到珠子 我如果 晾太笨词 我如果晾孙奋 我肯定拿不到珠子了 而且还有可能调不到一张牌 你还是调到一张牌 这个丁凤 求生欲好强 反上回来 再杀 还明亮 目前来说是 哎呀 我才发现是四个群 我去 怪不得求生欲这么强 有这个丁凤 有这个灵统 直接八光 但是依然很难打 赤搏徒手 亦能斩将破例 还有左辞 没辣 怕不是交代了 敌脸你要不是逃避 就交代了 你真敢打 他说我换你给你啊 你逃避就翻吧 你还翻这半人都没用 不怕逃避 你应该太多了 他说怕给你啊 这里万键肯定不出闪 憋着 有人会说憋觉醒吗 不是不是不憋就行 你你防一手无所谓啊 闪这种东西就不愁出不出去 这么多牌 拆又拆掉闪的盖子 打到个寻忧 寻忧看能不能除掉吧 关羽不会是三立吧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觉得不会 他主将应该 他主将关羽 一般看整级吧 如果整级比较高 胜率比较高 主将关羽 副将关羽 这种165级的主将关羽 我讲副将不是张杀 经验经验 没有什么原因 反杀回去 杀周士 互相杀 死 干嘛 啥意思 你的意思是让他杀 顺色是吧 他好收是吧 是个意思吗 将群发动异轨 将群蔡文基 当铁锁连环打进去 想进入他传导 是吧 果然 但是乐主 怠慢之处还望包涵 关羽 你是张飞吗 你看不是吧 毛素 这里出杀就伏笔了 因为马素肯定不可能打你血的 他打你血干什么 还有四个群的 他肯定致蛮的 对杀伏笔了 至于理点 那是理点的事 反正咱们肯定不能出杀了 一会你可能断杀的 还可以 这里至少没防住九杀 但也有可能防住川芯 这太子真不能被传 真的讲道理 太子你就伏笔了 你不掀远交吗 掀远交就有可能穿了 拿红纱纱红纱红纱红纱 我是闷我不拿红纱 我真的 理点有一个九点 理点有个九点 咱们只要大于九点去拼理点就能拼过 直接拼理点 拿九点就可以 九点他一定出力量九点 九对九 这是十二对九 直接操作起来 接下来就是精彩标准收到了 回天转日开始 可以四倍速了 你们自己看吧 我就不说了 敬年的欣赏吧 看我们孙奔大开杀戒了 角度上有三抠 就其实亏了张杀挺亏的 之前关于南蛮的时候 建功立业 风气劲子 如果但凡因为一张杀导致没有一波 可能节目效果会下降 这个理点说我就忘记阿拉利了 反正 反正穷书输了才好 一般也都是这种心态 斩之不断 焚之不燃 有可能说这关于是庞统 后杀 庞统跟鸟 那不是马素吗 你不要以为 你看这断杀了吧 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但是手握四个红杀 依然不熏 来呀 打我啊 一下掉一下 还有连弩 再掉一下 好红杀来了 可以闪了 留两个杀够了 我打这个马素也不好打 这马素那个致蛮特别厉害 尤其进行王战的时候 他年我若安天下 暴雨将军千金球 再下一刀 这里不要乱激昂去 激昂没闪就死了 砸一下杀一刀 要死了 千万不要去乱降 唐玄开起来拼量 但这个k你可以考虑挂起来 让他不能砸你 他万一能打一下砸你一下 你就挺亏的 但k是可以用来拼点 但你拼点其实还有点亏 我的倾向于是把那个k挂起来 你看你这里刚才把k挂起来 现在剩一张牌了 然后用手一张k去拼点 主要他有马素 你还是要防马素的 马素还是要防的 还好 结果是好的 终点有两点 一个是马素放南蛮肉杀不出 还有这个是 可能还是挂起来防一下 马素比较好 毕竟是马素 尊重一下 好了 今天的时间可是真的长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觉得视频不错的朋友 记得一电三连 这次一定 记得充电 这次一定 好了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